Hello大家好 欢迎来到Y等的实验室 我是Y叔 上期我们说到 天气慢慢转冷了 特别是Y叔所在地 正好是不南不北的尴尬地方 现在气温只有几度 又没有暖气 所以养的小宠物会进入冬眠 一些热带物种 甚至会直接被冻死 所以今天我制作了一个恒温箱 给小宠物们安个温暖的家 首先要准备一个泡沫箱子 周围打一些小孔 一块加热板 加热板的边上最好放几块反光膜 以便更好地利用热量 一个温控开关 把温控开关的温度探头 放进泡沫箱内 设计一个合理的温度上限和下限 那开始之前还是要给大家道个歉 由于之前上升采集刷了一脚 锁骨骨折 拍视频还是有点不方便 所以视频拍得比较烂 大家凑合着看吧 在这里我还准备了一个小风扇 加上一个调速器 让泡沫箱内的空气流动起来 以避免箱子内一边温度太高 一边温度太低 音乐 好了组装完成 我把温度上限和下限都设置成了27度 也就是说 当温度低于27度时 温孔开关自动接通 当温度高于27度时 自动断开 中间这个数字是箱子里的当前温度 接下来测试一下 可以看到 温度降低到26度时 温孔开关亮绿灯 表示已经接通电源 当温度达到28度时 亮红灯 自动断电 如果有小伙伴 也喜欢养一些热大的小宠物 不妨可以试试这种保温方法 全部成本不到50块钱 耗电量又不多 既简单 又经济实惠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很下饭 那么给我点个赞 应该不过分吧